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请欣赏时事小品 李白在天朝 谢谢各位同学选学我的中国古典文学课 既然姓李明白 字太白 老师 您用的墨水是白色的吗 墨水哪里有白色的 当然是黑色的 那为什么您的字太白 太白是我的字 不是我的字太白 这有什么区别吗 这一时也很难跟你解释 以后我们再详细说了 下面我们开始上课 这节课我想向大家介绍必然的旧座 枪进酒 等等 老师 你要进什么酒 我可只喝拉菲 拉菲你都不知道 你还敢称酒仙 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拉菲 只有散装白酒 如果我们今天不讨论酒 还是来看诗吧 我为大家朗诵枪进酒的前几句 均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均不见高唐明镜背白发 朝如青丝目成熊 哎 悲剧 这位同学 你明白这几句的意思 简单 你们古人说话就是别扭 这几句用现在的话就是 你没看见吗 那黄河的水流得真给力 一直流到东海也不回头问候你一句 你看不见吗 镜子里的一根根白发真让人闹心 早上还是最流量的很 晚上就白得跟雪似的 悲剧啊 其实那倒也靠谱 那我们来看下几句 人生得意虚尽欢 莫属尽尊空对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戒还赴海 老师 这个我来解释 这人呐 该爽就应该放开爽 该喝酒应该敞开喝 傻瓜才拿着酒杯不喝酒 对着月亮发呆装深沉呢 老天让我蹦出来 你一堂堂人民教师 陶礼满 超市 怎么会全的啥都没了呢 老夫在唐朝虽然不得志 但至少有房有车 还取得起席后请得起书童 本想来和谐盛世会混得好些 没想到却成了赤品 且不说别的 就说这京城的房价 以我的工资 要从鸦片战争工作至今 还要双休日不休 校外兼客 才能攒够一居士 要是换成农民 一家种三亩地 要从唐朝开始 一直到现在 才能凑齐 还不能有灾年 本来 还是唐玄宗伟大呀 是我当初 错怪了他 现在房价是高了点 可其他方面还不错吧 其文联播上说 我们现在是中国历史上 最辉煌的年代 老师 您经历了那么多朝代 如何评价当朝呢 可以这么说 当朝集合了商的九池肉林 周的贵族世袭 秦的言论管制 汉的浩大喜功 尽微的炫富弥烂 南北朝的文化断层 随的大兴土木 唐的雍容体态 宋的软弱外交 圆的税富镇压 明的腐败党争 清的专制封闭 可谓 极古今之大成 李白 你这是反动言论 是涉嫌颠覆 国家政权罪 要让当朝知道了 可不像唐朝那样 轻易把你流放 这里你可能会 强迫失踪 永远不会有人 知道你的下落 豪华潭水伸千尺 不及当朝后请飞 下课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你这个老家伙 在敢打我的路 打死你个请求财 别别打 我 我是李白 李白 我打的就是李白 快打就出人影了 你打110冒警啊 谁谁 谁大110 从前明月光 我爸李双江 谁大110 看我冲不景 这是什么世道 你说什么 你敢侮辱我们社会主义天朝 你那就是啊 这里有个凡大疯子 侮辱我们和谐盛世 是你发泄对当朝不满 是吧 走 这世道怎么颠倒了 世道颠倒 你什么意思啊 就凭你这句反动言论 就足以判你三年牢教 黑白颠倒 乾坤道 这是颜颇西 把宋江送进牢房的时代 是郑关西 拆鲁之身宅子的时代 是武松 给西门庆看家护院的时代 是关于过五官 会六将的时代 是包拯把秦相连 关进精神病院的时代 谁让你命不好 同样是姓李 谁让你爸不是李双江 不是李刚 你只能是恨爹不成刚 愿爸不双江 忘了有症病吧 要不写手试 开开心 床前明月光 没有窗 一是地上霜 门未装 举头望明月 屋顶场 低头 撕骨香 很受伤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 这次的大陆新闻解决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